已經八月中了 往年南韓這個時候 天氣就會開始變涼 但今年還是很熱 就是因為整個朝鮮半島被高壓籠罩 加上颱風逼近日本 氣流影響下 南韓熱到像烤箱 恐怕會比2018年 史上最嚴重熱浪還要嚴重 首爾已經連續23天都是熱帶夜 晚上沒開冷氣 根本睡不著 導致全國用電量不斷創新高 熱浪同樣侵襲 南歐多國 義大利對20多個城市發布高溫警報 氣溫最高恐怕飆到45度 儘管意大利政府建議上午11點到傍晚6點 最好不要外出 但這時間是公安客活動高峰 只能提供遮蔭 飲用水 降低遊客重暑的可能 海灘上滿滿都是人 巴爾幹半島的蒙特內哥羅 氣溫飆到40度 巴爾幹半島 居民熱到受不了 急忙裝冷氣 用電需求激增 讓歐洲國家開始擔心能源供應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Bild意經濟 平安 左右 平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